作曲 李宗盛 你遇见你的 我怎么睡在床上 你睡到半夜都会自己爬上来 我身受重伤自然拦不住你 那 也是我要抱着你的 不错 不要动 我 有碰到你的伤口吗 你睡着了 是这样的 你看我自己住在这山上 没有问题 养一些小动物还可以 但养活你一个大活人 真的有点困难 这些米是我用摘了半个月的果子换来的 没几日就吃干净了 现在家里真的没有粮食了 没有存量的确是个问题 如今已是深秋 过冬会是个难题 不是过冬的问题 那是什么 我看你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也该离开了 你要我离开 我 我不是赶紧走的意思 只是我虽然救了你 但我养活不了你 你救了我 我自然应该留下来报答你 我 不用报答 我救你的时候 也没想着你要怎么报答我 你想不想 与我做不做是两回事 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不管你受还是不受 这个恩我是必须要报的 可是 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你可以慢慢地想 你若真的要报答我 不如以身相许 因为我在这山上生活 什么都不缺 就是没有人陪伴太寂寞了 所以你若真的要报恩 不如就以身相许 来给我做个伴 当然若你不答应 也是理所应当的 毕竟我只是救你回来 也没做什么 算不得多大的恩 好 好 我答应你 一身相许 一身相许 我本以为你会考虑个两三日 你这么快答应 什么 什么都没准备呢 准备什么 你既答应一身相许 那我们 是不是也应该对着东荒大泽 拜个天地 发个誓言 结为夫妻 不能相欺 不认为夫妻 虽然我没有父母 但若连这一步都省了 是不是不太好 你要成亲 我想成亲 我从未与人败过天地 我也是 那我们一切从简吧 行事并不重要 一切从简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是吗 买东西 买东西 这屋里除了你那大红洗杯之外 我们还得填些其他的物件 那不是洗杯 这衣服这么好看 只穿一日 岂不白白浪费了 你若是喜欢 穿上一整年也不仍怪你 不仍怪你 叶华 若 你跟我相处时间长了 发现我们性子不合适 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这样 会不会太仓促了 你也没带我见过你的父母 如果你的父母 知道你在外面擅自娶妻了 可会不高兴呢 还有 我忘记问你 你是否有婚约在身 在镇上 我看到像你这般年纪的男子 都已经娶妻生子了 你 是否有婚约 素素 我家中的警官很复杂 实在一言难尽 不过你只要记住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妻 我既娶了你 就不会负你 好 我信你 好 我信你 这个要你夫君亲自掀开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就跟着我说什么 我觉得有点心慌 没事 不就是拜天地吗 好了 来吧 我叶华 在这东荒大泽 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 自今日起 与素素结为夫妻 生生世世 倾心相待 无论获福 无论获福 永不相期 我素素 今日在这东荒大泽 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 与叶华结为夫妻 生生世世 倾心相待 无论获福 永不相期 我们下期待 再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既已成了亲 有些话我便要说在前面 你说 我们既已对东荒大则立了事 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 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 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 眼里容不得沙粉 你若负了我 你便如何 你若负了我 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 我会气了你 永不相见 我若负了你 你便气我 那岂不是正好成全了我吗 我并未与你玩笑 我苏负 闭上眼睛 你遇见你的美月 如清风明月 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 我绝不负你 我绝不负你 如时光搁浅 是重逢一如初见 书着年月 只为花开那一面 就算来来回回 错过又擦肩 你的喜悲 有了我全都遇见 三千繁华只为你 有了你